就刮了这么一点 老乡啊 话不能这么说 刮一点呢也是刮 是不是 而且你刮的是人家后保险杠 那多明显的 哥 我不仔细看呀 撬不出来 是 刮的确实不严重 情况我也都知道 其实主要责任不在你 应该赖这个私家车组 他停车的位置不对 对呀 他那个车都快听到马路当劲了 对对对 来来来 别紧张啊 情况啊 我都已经了解了 好吧 不过呢 得把这个私家车主啊 请来 你们呀 把这个情况当面一说 就完了 你放心 你吃不了亏 这个车主是岁呀 这个车主啊 叫钱顺芬 钱顺芬 不是外人 他是我妹夫 怎么了 哥 我就这条欠了 你哪个吧 干什么呀 他是你妹夫啊 一会儿来了 你俩不得弄死我呀 你想哪去了 你放心吧 我会公事公办的 我这个欠不多 哥你一定得收下 我就走了啊 哎哎哎老乡 老乡 你别走 你别走 哎呀我不能要你的钱 不是这个欠你得纳住呀 我真不能要你 哎呦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你们继续 哎呦 我没想到 啊 哎呦大姐夫 这事还让我挑明了啊 哥 这个欠你就纳住吧 我不能要你 你这个欠我真不能要你 我都看见了 还不承认呢 哎呀 哎兄弟 啊 你干嘛的 我是给潮市送追关来 哦 这么回事啊 哎呀大姐夫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呢 人家一个送水果的 挣点钱容易吗 你说你还罚人家钱 哎 你物业是不是穷疯了你 我们没罚人家钱呢 哦不是罚呀 不是啊 那就是要 哎呦我真是 我以为啊 我一直以为我不是东西 还有比我不是东西呢 我是明着不是人 你是暗着不是人呢 顺便 你不了解情况 你就别胡说八道 我都看见了你 不是哥 是这么回事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老乡你听我跟你说 他不是外人 他就是我们小区 远近闻名的钱顺风 我没 你别说话 哎顺风 来来来 坐着坐着 顺风啊 今天把你请了呀 就是让你来给断个案子 哦 是啊 兄弟 没事啊 有我在你吃不了亏 听见了吗 钱总说了 有他在他吃不了亏 我跟你说 顺风啊 是这样 这是给咱们超市送水果的 每天呢 都骑一个三轮车过来 今天一不小心的 把一辆私家车给划了一下 哦 这情况是属实的吗 是怎么回事 那个车伤的什么情况 不仔细看呀 撬不出来 对 确实不重 不重呢 至于的吗 你至于这么对待人家吗 你就告诉那个车主 到私家S店 打个蜡喷个漆 不就完了吗 顺风啊 你认为这件事情这么处理 可以吗 那不这么处理 还怎么处理啊 哦 你可得 哎呦 顺风啊 这我可没想到啊 哎呀 顺风啊 我有个问题 我还得问问你 你说 你说 这个处理 你满意吗 我当然满意 我还想怎么这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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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风啊 你说那车主 他有你这种水平吗 那当然是没有我这种水平啊 所以说大姐夫 我得说你两句啊 怎么呢 平常 哎 我在小区里乱停个车 哎 你看他 他哎 追着屁股后边骂我呀 看没 现在还有伪装停车的 而且还出事了 这你怎么不管呀 啊 顺风啊 兄弟 我告诉你啊 挂得好 我要是你 我把他后保险杠 我给他刮下来 不用刮 刮了该刮 不用赔 我该 顺风啊 你怎么知道 这个车是伪装停车呀 那当然 确实是伪装停车 那当然 这车屁我都停了 马路中间二去了 是啊 什么 照你这么说 我这个做法很正义啊 你不光很正义啊 哎 你还教育了那些 不作为的物业啊 这是批评我呀 我让他们知道知道 还敢不敢伪装停车了 在这个小区里 除了我敢伪装停车 谁都不行 师傅 你这个处理太好了 行不行 这么处理行吗 好啊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 他用不用给这个私家车主 赔一点钱呢 他赔什么钱呢 反过来这个私家车主 应该给人家赔偿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三车车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伤害呀 对呀 哥 我得看看我那个三车手势是什么女的 你这个三车的活泡先杠 别说了 咱们都别说了 别走 啊 顺芳 啊 好了 就这么着了 就这么着 我就按照你的指示办了 啊 好不好 啊 走吧 哎呀 哥 谢谢你啊 不用谢我 谢谢你二哥 二哥 谢谢你 你看今天这个事儿 我把你的车刮了 你不但没有叫我配 你还把自己骂了一顿 我心里更熟坛呢 你刮的谁的车啊 你来车 尾号是多少 八八八 那是给扎住 哎呦 那是我的车呀 不是 你别车手 我怎么觉得 这是俩人挖了个车 让我跳呢 你别走啊 你给我待着 站好了 你走不了 我告诉你 哎 大姐夫 你笑什么呀 你笑 你没听见吗 他把我车管了 你不能让他走啊 让他陪我呀 顺芳啊 我不能管这个事儿 你怎么不管 你物业 你不管这事儿 你管什么呀 你是伪装停车呀 人家住刮你活该呀 你看 谁说的 刚才你说的 肩膀灵律 你们都听见了吧 是吧 你还说刮的 刮的妙啊 刮的刮刮叫啊 人家这是正义行为呀 你拉倒吧你 我告诉你小子 我刚换的新车 我才提出来两天 我睡觉 我可不能都搂着你 你给我刮了你 不管是不是你 赔我钱 说文 你要什么钱呢 你要什么钱 他刮了我保险杠了他 你刚才怎么说的 我怎么说的 你说人家不给你钱 你还得给人家钱 人家三轮车也不同程度受到了损失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 你刚才说的 大家说没说 说 这个三轮的欠 我就不用你配了 这个球 你还想管我要钱 给我钱 哥的说话不算数啊 你才知道啊 我说话我什么时候算过数 他们都说了 刚哥 我就让你赶快走 我刚才在那个 哥哥 你怎么来了 怎么着今天电视台不上班啊 书文哥你也在呀 书文哥 其实我正想找你呢 找我呀 有事吗 哥 我 我对不起你 别别别 哥哥别这样 哎呦 你可心疼死哥哥了 哎呦 你 这可不行 来来来来 哎呦 快坐这坐这说 刚哥 啊 倒杯水去啊 哦 怎么了 怎么了 书文哥 啊 就是刚才我一不小心啊 啊 我把你车给刮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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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车刮了 嗯 刮得严重吗 我就是一不小心 我就把你那个车的厚保险杠给刮掉了 刮掉了 你这是要哥哥的命啊 你这是 不是 那个 书文哥你别上火 这样该多少钱 我赔 刮得好 刮得妙 刮得呱呱叫 不是 书文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哥哥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那个车的厚保险杠啊 本来就是坏的 哎 我今天一天呢 就琢磨怎么把这个保险杠给拆下来 我拆不下来 你看你一下就给我撞掉了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我应该谢谢你啊 我说书文 哎 你没毛病 我有什么毛病 我没毛病 没事 书文哥 要不这样你还是把你那车送去修吧 该多少钱我赔给你 赔什么钱啊 好家伙 我钱人不是什么人啊 好家伙 我们家房子守护都是我铺的 我让你赔钱 你听不着啊 再说了 哥哥伪张停车在线 哎 你说到这儿 我真想提醒你呢 啊 书文哥 嗯 我都发现好几回了 啊 你那车啊 总是尾停 那不能怨我 那怪那些个物业 你这话说的怎么怪我呢 怎么不怪你啊 怎么怪我呢 我伪张停车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我了 他家伙每次停车他给我指挥 这儿这儿停车停车 他还纵容我 我一直以为我停得很对呢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不是张富哥那我得说你两句了啊 一直以来 你说我说我说是风哥 他伪张停车 你怎么不提醒他呢 他还以为他停得对呢 你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事风哥 嗯 让你受委屈了哈 是 行实吧 啊 接触邻居都说你这人不怎么样 但是今天 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你用事实证明 你这个人 是非分明 事风哥 也很正嘛 张富哥 你有问题吗 问题呢 郭伯伯 不用赔钱啊 没问题 我说钱是什么 你这说瞎话都不带咱们呀 哥 你很正啊 我很正 我那个钱也不用赔了吧 你那个 你赔我钱 你那样回事 你赔我钱 我为啥赔你钱啊 你刮了我保险杠了呀 哥你得给保险杠 你掉了 我没有保险杠了 我赔你啥钱 你都没有保险杠了 人家赔什么钱啊 我不得买个新的呀 买个新的不得花钱啊 那钱呢 哥 你赔我钱 你赔我五百就行 你太不证了 你什么五百 事风哥 哎呦 郭伯 不是还有什么事吗 我刚才又想了 想了 你说 我觉得我还需要点过意不去 怎么了 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你把扫个叫着 还有钢子哥 咱一块去 不是 你请我吃饭 吃饭是必须的 但是我请你 你嫂子呀 下班时间晚 她肯定去不了 那 叫钢子哥一块去 她呀 她 她不吃海鲜 我吃 你吃海鲜不是过敏吗 不是 她吃什么不过敏 我给你点 她吃大葱不过敏 不用理她 她一会儿还得送她弟弟呢 她没关系 哥 不用送了 我那五百块钱 什么五百块钱啊 哦 是这么回事 哎呀 给咱们超市送水果的 啊 这说嘛 差五百块钱回不去了 啊 我打算先爱心 给她五百块钱 哎呀 哎呀 拿着吧 哇塞 顺风哥 你这人目光很正啊 你还有爱啊 给你点赞 哎呀 没事 那就这么丢了啊 海鲜大酒楼 对 我先走了 马上见 不见不散 好嘞 哎呀 看见没有 我很有爱呀 什么 解放邻居都应该爱我呀 我也爱你 钱还我 我不爱你了 哎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刚才是不是当人在面说 你现在爱心 给人家五百块钱 他刮了我的车 我不让他赔就不错了 你刚才亲嘴说的 你说给人家五百块钱 现在爱心 我没说过 大老爷们说话得算数 干什么玩五百块钱 你干啥 拿的 拿的 五百块钱拿的 够 还给吗 给我不给 你给不给 不给 你当着这么多街坊零居面 你给不给 我就不给 你不给是不是 不给 好 不给哈 不给 我马上下班回家 你下什么班啊 你没下班呢 我现在回家 告诉你媳妇 说你晚上要单独请锅锅吃饭 你还拿着她的手 跟她亲密的说话 给不给 五百块钱给不给 你叫什么闹啊你 给你 拿着 行了吧 那也不行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想说话 你别跟他说了 你凭什么说想 我必须告诉你媳妇 我们俩口头都打起来 乖乖 今儿我把你车刮了 还挣了五百块钱 太有害了 这也不是 かな